回到家发现小孩不见了 是个人为父母最怕的噩梦 特别是当家族人数庞大的时候 像电影《小鬼当家》一样的剧情 或许偶尔会发生 英国首相卡麦隆日前就在与家人共进午餐后 忘了把女儿带回家 引发英国民众的热烈讨论 英国首相卡麦隆日前与全家共进午餐时 竟然将八岁大的女儿南希望在餐馆 等到返回别墅时发现后才慌张地赶回去 被认为是最出名的糊涂家长 卡麦隆上任后 致力于强调家庭价值 更积极参与民间有关的活动 一家五口经常出游的和乐景象 也让英国民众印象深刻 对于这次的小纰漏 育儿论坛的家长表示可以理解 卡麦隆事件引发英国民意讨论 是不是该效法美国 设立专责保护政府领导人和家属的机制 与此同时 英国政府也正在推行一项教育计划 教导育有幼儿的父母如何做个称职的家长 这次事件或许也让父母们能更加警惕 新唐亚太电视黄千锋编译